讨论事项第八案 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07年3月14日 召开决定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由端赵警委员以抗担任主席 除邀请天委员说明提案要制 以邀请法务部部长邱泰森等列席报告并被证询 本案于报告及寻谈完毕 省略到底讨论进行主条审查 将全案审查完聚 另通过负担决议一项 原经决议本案审查文俊理据审查报告 提起文会公爵 约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以抗说明 本案需交由党团协商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段委员以抗补充说明 段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 另外时代力量党团 拧拥国家机密保护法第32条 第33条及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 经第5会期第7次会议决定 禁服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按协商 报院会本案因协商 于一个月无法达成共事 以立法院执行刑法第71条之一规定 由院会定期处理 原于本次会议提出讨论 现在进行广泛讨论 第一位请江委员启程发言 主席还有各位委员 针对国家机密保护法的修订 本席在这边做以下的说明跟建议 宪法第10条规定 人民有居住迁徙的自由 为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尽管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规定 现行的条文是对于这些设密的人员 仅得可以缩短或延长它的管制 但是如果接下来的修法 是仅得延长管制 而不得缩短管制年限 且不分核定或承办人员 设密的层级一体适用 恐怕会衍生侵害人民基本权利 而且也有违宪之语 核定机密人员均为机关的主管 受有出境年限管制较没有一役 但是本条尚且包括 办理国家机密事项的业务人员 若仅仅是承办或者是会签 及给他管制三年的话 不仅他设密的程度跟业务性质 一律管制三年的无差别待遇 势必会侵害他宪法时赋予他 赋予他的一些基本保障的权利 那去年3月14号 司法法制委员会在审查 国家机密保护法的时候 司法院的第一份送交各办公室的报告里面 也提到缩短年限不应该取消 这个是当时司法院的意见 且宪法第十条规定 人民由居住迁徙的自由 修法应该符合前一的原则 比例的原则 但隔日却又改送赞同的书面报告 所以司法院的意见可以说前后反复 究竟是受到什么样的压力呢 执政党会不会在这个过程里面 把手也伸进到司法院呢 另外在这一次的委员会 柯建民总召也支持罗资政委员的提案 而且认为当然要顾及国家利益 也要考量机密的内容跟性质 保密的期限 还有相关人员出境造成泄漏的可能性 来决定是否核准或者延长 也就是要更明确化 认为比行政院的版本更佳 但是呢并没有入法 那这一次我们提出的修正动议 主要就是对于本条第一项 设命人员出境或管制年限的延长或缩短 应该要参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有关公务人员赴大陆地区的规定 借由联审会 依他所涉及的国家机密的性质 等级业务性质等等 来进行详细的审查 那同时也兼顾人权的一个保障 来横平的一个审查 那审查许可后才能够出境 管制年限也可以比照办理 排除有关机关首长于卸任前 自我缩短年限的漏洞 也同时顾及人民基本 报应会 现在截止发言登机 第二位请徐永明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 我想国家机密保护法 尤其是泄密这一块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过去只处理泄密的内容分等级 我想这是需要 可是我们泄密的对象 交付这些重要资讯的对象 其实也应该要予以处理 所以时代力量立场非常清楚 区分泄密对象 尤其是泄密给中国 应该要加重处罚 不只是视为外国 而是应该清楚地区分 所谓敌对团体 所以时代力量这边 是有境外敌对势力 国际恐怖组织 及其派遣之人 如果是一般外国 目前修法 各党团建议是三到十年 我们认为境外敌对势力 尤其是对台湾 有主权的企图 甚至宣称 必要时用非武力 非和平的方式来处理 我们认为应该做区别的对待 所以时代力量认为 泄密中国加重刑责 一般外国三到十年 可是泄密给中国境外敌对势力 国际恐怖组织 是五到十二年 我们觉得这个区别是非常重要 也希望各党团能支持 在两岸关系 目前的情况之下 其实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不只是在有形的 大家看得到所谓军机军舰烙台上面 不只是在WHA国际组织 参与的打压上面而已 每天 每个地区 每个部门 这种国家机密的泄露 在过去层出不穷 可是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所以我们认为 这次修法是非常适宜 而我们也希望各党团 能清楚地表态 国家机密的重要 国家安全的重要 尤其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对我们主权的企图 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应该予以加重处罚 泄密的对象 如果是中国 如果是这些恐怖组织 尤其是对台湾有主权企图 宣称用武力方式 要来处理的 我觉得立法院 应该要有个态度 所以等一下 各条文表决的时候 期待各党团 能支持时代力量的立场 对于泄密给中国 加重处罚 谢谢 接着请赖世巴委员 谢谢主席 那么主席各位先进 我想对于身在中华民国地区的人 对国家的机密 有任何的泄密行为 绝对要重罚 没有人反对 没有人反对 法 一个法很重要的 这个法不要针对性的立法 而且我们宪法里面 对人身的自由保障 是在宪政层次很大的保障 我认为我们这次的 国家机密保护法 你可以看一看 现行条文就其实就有了 对于泄露国家机密 就是付大陆条款的话 它可以缩短或者延长 而现在把它修正版本是 不可以缩短只有延长 这是对人群的进一步的线索 而针对地区 我管你什么地区 你对全世界任何地方 任何角落 任何国家 你叫泄密 你就重罪事后你 何须特别的针对什么地区 各位 我们都知道很清楚 这是大道地地要制造朝野对立 大道地地就做斗争条款 大道地地就做选举条款 因为民进党下七四衰败 就借着要斗马英九 所以老实讲 这个的修正案 就是斗争马英九条款 就这么简单 因为马英九520的限制快到了 这为什么今天处理 要在520之前赶快给它处理掉 这样子马英九520一到 他要宣言去大陆的话 不可以 不再延长 而且按照审判的版本是可以 一直延长下去 Forever 各位可以想一想 一个当过八年总统的人 只因为当过总统八年 要被限制一辈子吗 按照这个条文 按照这个条文来讲的话 是可以一直把它限制下去的 原来条文是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 我要提出来的是 我再强调一遍 泄漏国家机密 给任何人 给任何地区 这个的行为是可恶的 这个要受到全民的谴责 要受到法律制裁 但不应该针对个人 不要针对性的立法 这是一般的立法的准则 我希望我们各位同仁 等一下在表决的时候 我们能够先平气和来处理这条 不要变成一个 道真马英九条款 谢谢 法委员会登记委员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增定第22条之一 请宣读审查会意见 审查会通过条文第22条之一 不予采纳 宣读完毕 主任委员会对本条 照审查会意见通过 有意义 没有意义 我们就照审查会意见通过 不予针定 感谢观看